位于印度南部的凯纳塔卡省 是印度资讯科技新创和制造产业的重地 受到COVID-19疫情影响 全球陷入金片荒 各国纷纷投入扩充产能 印度也力图发展半导体产业 而台湾是重点招揽对象 日前驻印度代表格宝宣 带领各级官员及台商 引邀造访凯纳塔卡省 省长澎湾盛赞台湾科技实力 表示台湾与印度关系发展良好 现在是继续推进的时候 我们想要有最好的技术 最好的人的脑袋 会提供增加技术 会提供技术提供 会提供技术提供提供 台湾可以提供很好的提供 这次的成果非常丰硕 我们也充分感受到印度各界 包括官方包括产业界 对加强台湾印度 这个产业合作的这种高度的期待 我们也希望说在未来 很短时间之内 包括把半导体 包括这个电动车 还有很多的电子机械 制造方面的产业 能够有更多的跟印度方面的投资 贸易合作的机会 创造我们在这边双赢的局面 凯纳塔卡省首府班加罗尔 有印度矽谷美称 不少国际重要科技新创公司 在这里都有设点 而台湾也有开发公司 正在这里建设科技创新 国际园区 希望打造台商聚落 吸引更多台商进驻 台商如果有兴趣布局印度 来拼凑这个最后一块拼图的话 我觉得与其在台湾 做一些paper study 不如其而行 多来印度走斗 因为印度实在是非常的大 那每个地方都去多看看 多体验 才能够比较加深您 对印度的这个想法 葛宝宣拜会中提到 台湾已经有许多大型企业 在印度落脚 并建议印度政府开始招揽 台湾中小企业前来投资 呼吁彭迈支持和台湾 洽谈新的双边协议 提高印度对台商的吸引力 来看看 不及时 5 3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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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